總統韓國瑜要跟國台辦見面 是不是也要韓國瑜跟中國說什麼 出訪諾魯拼外招 同時見韓國瑜會見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總統沒對著鏡頭說 卻選擇越洋出口轉內銷 接受台灣廣播轉訪 明明我們台灣人都反對一國兩制 我們算出來一個地方的首長 哪會去香港去拜訪中聯辦 韓市長這樣去 給外面一個影響 就是中國在製造一國兩制的氛圍 他在時期就說他很在意中華民國 他現在就有機會去對方記民 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管獨立的國家 我們的局長不是去中國訪問 局長在那裡訪問時還有馬總統 蔡總統仍在國外拼外交 但多次把矛頭指向韓國瑜 似乎也把韓國瑜當成了最大競爭對手 不只臉書像總統專訪再次呼籲韓國瑜 當面跟國台辦說 停止打壓台灣國際參與 府院黨極力圍剿 陸委會還可能對韓國瑜開罰 50萬元以下罰還 我們要請劉委會好好來研究 我們的法規我們來研究一下 現在有什麼基礎可以來管 不然我們就來想辦法了 中華民國台灣是主管獨立的國家 我們基礎一國兩座 我相信韓市長應該是很聰明的人 應該知道說 我們台灣人有這個基礎 他也要用一個好的方法來表達 韓國瑜出訪 渴望拿下50億訂單 成為最會轉市長 和大陸互動熱落 對比兩岸激動的蔡政府高下立判 現在又反制韓國瑜多次嗆大陸 為了連任路 蔡總統接連變身 辣台妹 謝謝郭向林家元 諾魯報導